全民制作人 大家好 我是Justin 大家好 我是Justin 大家通過泡泡社區 我寫的信我已經收到了 現在先選起一些給大家讀一下 讀一個 一張 哦 哦 這是一個來自群裡五位粉絲對我提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 錄製快樂大本營的時候開心嗎 彩排或者在後台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 錄製快樂大本營的時候 還是特別開心的 然後呢就是因為第一次去這麼大的節目 然後還是特別的緊張 然後還有神奇 然後特別的期待 對就是有一星PD 然後給我買了小龍蝦 然後呢然後 然後啊 然後我把我頭髮就用噴霧染黑了 然後那時候就特神奇你知道嗎 就一染然後就變黑了 然後除了樂華的以外 有在參加節目之前就認識的人嗎 哦 可能以前有跟蔡徐坤哥哥 然後就可能知道一點 和蘇的時候最想吃什麼 麻辣香菇 我 現在還依舊喜歡漂亮能吃的姐姐嗎 能吃 能吃可愛的可以嗎 都 我現在 都喜歡 對 壓手我喜歡吃什麼口味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壓手 都還行 感覺自己最適合 審美風格的舞蹈 都適合 對 喜歡Rap還是跳舞 就是 兩個都還是挺喜歡的 然後現在以前可能多喜歡跳舞點 現在更喜歡Rap一點 你最喜歡你的哪個微信表情 我喜歡有一個 報警的 對 有一個打110的 然後這次公演和快樂大本營錄製 有看到粉絲給你的應援嗎 有很多你的手服 有 就是有看到很多 然後在機場的時候 有看到很多 然後還有看到自己手寫的 然後就特別感動 對 自己畫了一個特別大的一個 Justin 念一下這段話好嗎 哇 好喜歡黃花花呀 哇 這粉絲好私心喔 哇 好喜歡黃花花呀 同工四個個最喜歡哪一個 都喜歡 沒有最喜歡的就是全都喜歡 最喜歡什麼顏色 希望你的應援色是什麼 最喜歡的顏色是 五顏六色 然後 希望我的應援色是 你們決定就好 我也不知道 謝謝我來自我 謝謝我 謝謝這位叫做黃花花的粉絲寄給我的心 來看一下下一個 這還有我貼紙耶 好好看喔 我也想要 把這撕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星期間3月10日到今天 已經陪你度過了十個月 未來也想與你一起度過 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進高中 學業不算繁重 那這個不算老姐姐啊 對 你的自我介紹視頻 略帶一點熟悉的口音 的普通話 我普通話不比較準嗎 姐姐 然後呢 然后让我很快就对你产生了好感 浙江人的口音 我感觉都特别亲切 强节奏的舞蹈体现了你的实力一切能 我还是讲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看了翻拍之后 发现你像个混血的小弟弟 长得挺清秀干净的 长大一定是个大帅哥 他说我长大之后一定是大帅哥 他说我现在不帅 他的意思是 三点综合我终于成为了你的粉丝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去了我去了欧洲的交换项目 然后给我的德国小伙伴也安利了你 你的Shape of You 舞台真的是他喜欢的类型 于是他在微博推特关注了你的站子 所以你成功拥有了一个欧美粉 祝贺 在国外的时候和你一样也会想家 所以我要把你的自我介绍看了一遍 你说你会吃炸鸡 就在后一天 后一天放学了之后 我去邻近的超市里买了德国黑皮 虽然苦得我都流眼泪了 但是一想到我和你都用美食 在阻止想家 就莫名的很开心 离开家乡的日子注定不好过 你比我小孩独自承担了那么多 你就是我人生海洋的一座明亮灯塔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我觉得这个粉丝还是 他虽然在外国还是不要 还是注意身体 对不要多喝酒 不好 希望在我高考之前能看到我成为 国民偶像弟弟加油吧黄明浩 你的忠实粉丝W